Hello, Ladies and Gentlemen 早安 早安,今天是大悔日 其實大悔日是日本所說的除夕 其實是2021年最後一天 12月31日 難得來露營的話 看來玩得開心點 看來玩多些不同種類的東西 今次我就試這個 這個就是Soto的煙燻盒 事先我已經找大悔日幫我煮雞蛋 煮雞蛋了兩人 那個王會不會還是流心呢 我想問 做甚麼 沒有,可以放在這裡 對,謝謝 OK 好了 這個不是貴的 我記得好像一塊 一塊水 如果你便宜一點的話 你不要 如果去小間店鋪的話 可以去到一百元 看看 我記得先 我記得是 先把底部 然後呢 就 把底部 然後再 怎樣夾 把底部 看一塊盒子 我記得 我記得 哈哈 嗯 哦 它是 哦 這樣 這兩邊這樣拆出來 這樣 然後再把這兩塊 就這樣 放進去 日本人做的東西 不會很複雜的 對了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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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那兩隻 腳放進去 那 到時 盤就可以 放在上面 是嗎 是嗎 對了 它那隻腳在裡面 可以 把那隻腳放進去 撐住 這個盤 這個 這個是那個 你燒 燒 煙燻的柴 呢 的 那個 器皿 來的 那這個 煙燻其實有幾款 有兩款 一款是熱燻 還有一款是溫燻 那 就 如果你要熱燻 你下面要有火 要保持燒 那些木 那才夠力 因為 就怕那些東西不熟 但如果我們這些 怎麼說 就這樣 就這樣 上尾的話 就會 燒了柴 就可以 上尾就可以了 OK 然後就 這裏 這裏這樣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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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扣上去 扣上去 好了 這裏 這裏 就這樣打開個房子 這裏有個 有個門口 這裏開個房子 這裏 這裏是蟑螂屋 這裏是蟑螂屋 最重要就是這裏 大家 其實如果 如果 現在去金盒 就會有一匹這些木 這個木可以燒到九十分鐘 那這些是什麼木 這是櫻花木 另外其實它有很多款不同的 那些叫什麼 那些 那些香薰 那些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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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大概這樣長到的 那 如果你的用量大的話 那就可以再買多一兩條 那都很便宜 我記得好像五六十元左右 一條 實太 這就是刀 刀 刀 開盒 對 刀 是戒刀 又是軍用戒刀 最重要的是刀刀 好漂亮 看看 這裏不是45度 這裏是25度 這麼闊 我也有點 有點 那我看過片 就說 那個 那個 這個木 你只要噴 用火槍 燒一燒它 它點燒了 那就可以 就可以用了 那它就會自己燃燒 OK 好了 然後呢 我 放在這裏 這樣 等一下 怎麼穿它放下去 但是哎呀 我差點忘記了 不要緊 天能把我的時間倒轉後一點 好笑 就是最緊要 哎呀 千萬不要不見 這個袋裏面 就有兩支這樣的卡拉酥 那這兩支卡拉酥 用來做什麼呢 就是這裡寫著一個金棒 金棒 日文是鐵棍 就是這樣 對 堆穿它 對了 堆穿它 雖然它已經開了一個洞 不過呢 都要用力少 用少少裂 最後把這個網放上去 好 那就搞定了 然後點下去 看看我們今天想煙燻些什麼 好 除了大取自己親手做的腸腸之外 這個是豬肉腸 那我煙燻它 另外就 因為今年我想吃那個 大蔥鴨胸蕎蜜麵 所以呢 我準備了一個鴨胸 這樣 放在這邊 放在這邊 是嗎 是嗎 拍到 拍到 好 接著呢 最緊要了 這個就是那個 鴨蛋 先 拿這個 好 因為這些盒子 其實沒有什麼機會 會再reuse 的了 一次性就不用留 拿來玩一下也不錯 這些蛋呢 我們用了 水煮 煮一煮 然後呢 再撕開它 就拿來上色 這個很流心 很流心嗎 這麼誇張 流心油 很流心 有人說 在水裡 沖 整天有蛋 就飛出來的 另外 聽聽聽聽聽上海老說 半個上海 半個上海 上海那些 分蛋其實硬 好硬 心是硬的 我也不太記得了 那時候在上海做事 我記得有吃過 好 好 繼續 那 那 煙燻這些呢 家裏就難搞了 來得 來得 露營 玩一下 我覺得幾可愛 幾過癮 那今年呢 我們大取呢 到我們這個 32年 倒數的 大取 煮呢 就是煮 泰式的 今年是 因為我們每年呢 都有那個 那個 食 我們吃東西呢 都有那個 叫什麼 有個 有個 煙營的 那這個 這個 Soto 那個煙燻房 就有兩個 好黏的 師傅 會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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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了壞蛋 煙燻壞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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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煙燻房 有兩個尺寸 但是兩個尺寸 只不過有高度不同 所以其實你看一下 你看一下 你看一下那個 什麼 你想要做那件事 那高度不同 有什麼分別呢 其實 這個網呢 其實就不是 就不是說單單 哇 這個蛋黏得太厲害 不是單單 是上面擺東西的 你是可以在上面掛東西的 就是掛條魚啊 你想要 煙燻一夜乾啊 這樣 哇 爛到那雙蛋 癡筋 好 接著就點上去 還有呢 這些櫻花木呢 不是 它是木碎呢 蓋成一塊 所以你一加熱 它整塊好像鬆高那樣 會發大 對 好 接著就可以塞它 入它的香房 裡面 我先燒到這邊 很快 我看這邊也不真 是嗎 好 來吧 來吧 給它看熱 好熱 好 接著就等 90分鐘 點這個可能是驅蚊 其實都上到 現在暫時44度 其實如果沒有風 溫度應該還可以慢慢再提升 其實真的過了60分鐘之後 溫度真的升到很高 如果60度的話 如果你的豬肉是 如果你的豬肉是 不是呀 豬肉要64度是吧 不知道 100多 夠深的 慢煮豬肉 這就是慢煮豬肉 加壓 慢煮就可以 那種數 噢 你説那種深 你説那個深 分布的溫度 如果你說普通牛扒 即是比較薄一些的肉 那些 其實你慢煮50多 55度 已經很足夠 當然不是你55度,然後2秒就拿出來拋吧 不如上一招吧 哈哈哈哈 多給點時間 哇!75度 如果慢煮的話75度,多給點時間的話 豬肉也可以,沒有問題,都一定會傻 好,經過了接近90分鐘 因為我們有腸,所以我想耐久一點 開來見我吧 溫度已經達到53度 最高的時候是74度 75度 熟了 熟了 因為剛剛給紙箱,我沒有看到 給紙箱按一下就不能上色 但是其他位置都上色 很幸運 看到了 我洗了手 放心 蛋是流心的 流心油 好 那我們就 好 嗯 那些 櫻花木 那些灰都燒盡 還有少許,現在還有少許溫度 但也挺耐燒的 其實攪了這麼久,我最重要是想煮這個 就是大蔥 大蔥鴨肉 蕎蜜麥麵 日本人在大富日 就是所謂的最後一天 就會吃這個 大蔥鴨肉 蕎蜜麥麵 好似她的意思是斬斷之前的不好的食物 跟一斎那些斬斷 這樣 那就 這樣就吃這個 我現在先把這些切片 大蔥的準備好 煮完 煮麵 煮麵 大蔥鴨麵 有自然的蛋 有自然的按讚就好 好 大蔥鴨麵 破除鴨雲 將鴨雲斬斷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如果想訂閱的話 就按訂閱 不要說 過年 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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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片